陈东创作《头驼渊》 《小桃红》为您播讲的《盛虚》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1627集 楚风斜着眼睛看他 第一次动手时只是将你打了个鼻青脸肿 哪有机会收集啊 你还真有过那种念头 猴子怪叫 几人一听杜尔士发毛了 警告曹德以后不跟他切磋了 这混账太可耻了 然后楚风第一时间跑路了 去闭关 他知道这次风波可不小 影响估计会很恶劣 猴子彭万里逍遥他们面面相去 最后也果断跑自家老祖身边去了 因为着实有点心虚 果然时间不长后 外界哗然 各大连营中嘈杂一片 曹德 李九霄 六尔弥猴 萧诗运等人 烧烤九头鸟引发热议 一些人听闻后瞠目结舌 这也太凶残了 那可是从阳间第十一禁地中走出来的族群 有人敢当食材 这片战场上 各族进化者的看法两极分化严重 曹德也太凶残了 干掉对手后居然还收集龙脊肉 九头鸟的翅膀带回去红妹吃掉 丧心病狂啊 昆龙云拓还活着的好不好啊 没被干掉呢 最为过分的是 请敌人吃自身的烤肉 曹黑手太凶狂了 这着实引发轩然大波 也有人站在曹德这边为他辩解 说这才是暴躁老哥的直性子 有仇报仇 有怨报怨 一点也不扭扭捏捏 不愧是耿直哥啊 真性情流露 大玩喝酒 大块吃敌人的肉 有仇不隔夜 看你不爽就烤着吃 而且还当着你的面烤 许多人听到这种说法后 疑疹复匪 见鬼的耿直啊 这么丧心病狂 如此凶残的大魔头 也好意思说是真性情流露 有人叮嘱身边的人 不要跟曹德动手 尤其是万一交手后 他请客的话 也绝对不能吃 说不准烤的就是自己的肉 曹大魔头之凶名不经而走 说什么的都有 有人欣赏他的这种暴脾气 说是性情中人 也有人记恨 咬牙切齿 至于九头鸟族 当日该族杀其滔天 在战场上召集人手 恨不得以其出动 去灭曹德 但是最后他们又隐忍了 毕竟这次事件中 涉及到狸族 鸡甲 盗族 六尔 猕猴族等 都不好惹 楚风跑去闭关 用他自己的话说 做人要低调 猴子彭万里 他们来找他 听到这种话语后 都想捶他 不管怎么说 楚风死活都不出去了 真的开始闭关 反正有雨上天尊庇护 他可以很安心 体悟自身的体质的提升过程 感悟规则碎片 在血肉中交融的秘密 半个月后 楚风被外面的喧嚣声惊动 战场上居然一片大波澜 气氛很狂热 有些小秘境开启了 可以进去了 战场上 顿时有了激烈的博弈 无论是东部雍州 南部瞻州 还是西部鹤州 全部前出高手 出动精英 采与争夺 就在这两日 战场上已经厮杀了好多场 以种子级高手的独斗 来迎娶秘境 三方各有胜负 这已经相当克制了 如果是大混战的话 注定会血流成河 天知道会死去多少进化者 现在 三大战营 以各层次中的顶尖 种子级强者的对决 来乱输赢 争夺秘境 到了最后 天尊都恨不得亲自下场了 一时间 前沿阵地中 喊杀震天 真正的龙争虎斗 强者争霸 此时 战场上 甲州冰冷 刀光剑影 全是进化者 一眼望不到边 共分三大阵营 可谓是三足鼎立 景旗招展 神王血气滔天 胜者大军无边 宛若一座 宏大的不朽 颅体散发出 镇压世间的气息 神王死杀 动辄就能搬山 随意就能 蒸干湖泊 法则普照时 宛如在复苏 或毁灭一方 小乾坤 当然 跟小阴间比起来 神王威士 被极限压制了 毕竟这里是阳解 法则完整 镇压所有的破坏之力 此刻 连李九霄都染血了 甲州破碎 披头散发 浑身血淋淋的 他遇到一位超级强者 竟然能挡住他 这是一位老牌神王 消失又五百多年了 当初也是神王中 排行前几的存在 而今被人请出 激战李九霄 可想而知 这片战场多么的惨烈 五百年前排名前几的神王 都再次出山 一切都是为了赢得秘境 因为这关乎甚大 曾经的阳间 天下第一名山 以及第四禁地 藏着太多的秘密 各方无不想占据 今天 一些隐士高手 都被请出来了 参与搏杀 最后李九霄还是胜了 为雍珠阵营赢得一个秘境 许多人大吼着 李神王威武 震动天地 此时李九霄是满身血迹 有敌人的 也有他自己的 黑金甲州破烂 肩头上更是插着一柄 如秋水般的神王剑 血流如主 他披散着头发 眼神冰冷 有一种气吞山河般的神魔气概 这一刻的他神武无比 让姬彩轩仙子都在侧目 露出少许异样之色 随后九头鸟族的神王赤锋出手 他比较幸运 抽签遇到的对手不强 他也赢得一场胜利 为雍珠方夺得一个秘境 不过 在神级战斗中 雍珠阵营一方 却是遭遇惨败 至今未尝一胜 三头神龙云兔 也算是这个层次中的佼佼者了 结果呢 却被一头白虎撕裂半边身体 险些就此毕命 艰难逃脱 随后 雍珠阵营一方的神级进化者 一路惨败 直到闭眼金林赤锋兽 金烈出场 这头便衣的麒麟 跟人两败俱伤 这才艰难赢得一场胜利 得到一个秘境 两日来的厮杀 雍珠阵营一方 高端战力的表现还算可以 轮到姬彩轩出场时 很强势 霸气而超凡 集体璀璨 神红激荡 他不弱于李九霄 也是当今天下绝顶神王之一 哪怕对方早有准备 为他安排了一个民宿 一个数千岁的神王 但依旧被他镇得大口磕血 两枪栽倒出去 他一算是拿下一城 可是除去这个境界外 其他层次的战斗 就行事不容乐观了 十位神将全败了 再也无人可以出战 这个集数的赌斗 连一个秘境都没有拿到 而神级 也只有变异 麒麟金林的兄长金烈 惨胜一场 应召集也很惨 有两人战胜对手 其余八位种子及高手都败了 更是有几人惨死在当场 圣集 自从第一胜者昆龙出战 结果被人在五十回合内 一剪腰斩 身体断裂在战场上后 就没人敢下场了 接连几场战斗都弃权 放弃赌斗 去请曹黑手 让他下场 我们还有四个名额可用 不能再放弃赌斗了 有大胜不出 更待何时 有一位老者低声咆哮 是一位天尊 他很愤怒 雍州阵营接连惨败 实在是太打击士气了 有人低声告知 曹德闭关呢 这都什么节骨眼了 他还有心情闭关 给我拎过来 老者脸色不渝 目光幽冷 一位神王低声禀报 确切地说 他是在避祸呢 怕九头鸟族的各路神王 甚至是那位老祖亲自找他麻烦 拿我的令牌去争吊他 我保他无恙 必须给我过来 天下群雄皆在此 他身为一位大圣 怎能不出手 我希望 他一个人 给我赢回来十个秘境 杨明就在眼前 收取造化的机会 为他敞开了 他怎能放弃 好 我去试试 老神王 转身离去